近一段时间以来,香港发生多起暴力示威活动,激进示威者无视法律、阻塞道路、四处纵火并打砸地铁等公共设施,严重破坏社会秩序。 对此,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会长陈仲宜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对暴力违法者,香港的法律机构一定要严正执法,依法审判才能够彰显香港社会的公义与法治。 陈仲宜说,香港是法治社会,法治环境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,当前,警察严正执法只是法治的一环,对暴力违法者,律政司和司法部门也要依法检控和审判。 整个特区政府,包括特别是执法的警察,控告的律政司、司处,还有判刑的法庭、司法,必须要严正执法。 这些人,你必须要用法律来惩罚他们的,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和平、合法的集会示威了。 所以他们也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上法律责任。 以这个最基本的规则,要给我们老百姓看到,否则法治社会抓了,告了,放了,我们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,那这句话要站得住脚啊。 陈仲宜表示,连日来的暴力破坏行为让他感到十分痛心和忧心,激进社会者号称所作所为是为了香港好,而实际做的却是大肆破坏香港的事。 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香港好,为了香港争取这样那样是吗? 但是这样破坏香港,我就不明白他们的逻辑,怎么会香港好啊? 现在经济下滑了,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受到干扰了是吗? 国际社会都对香港很关心,信贷评级机构都把香港从AA加下调了一级。 这样子对香港好吗? 他们冲击香港,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担心他们自己的生活,但是总体假如说香港经济都下滑得很厉害。 他自己也好,他父母也好,他身边的人也好,肯定都是大家要共同面对这个经济困难的。 他们不可能独善其身。 陈仲宁表示,大多数香港人都是爱国爱港的,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尽快止暴治乱,恢复秩序,同时从此次风波中吸取经验,将香港管制得更好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